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的万迷早晨节目 今天当然特别精神 因为我们又再一次反胜 输了一球之下 幸好连追两球 反胜白利顿2比1 跟上一回合第一个循环一样 都是在一个不太理想的情况 不至于劣势 但不太理想的情况 拆解不了对方的严密后防之下 幸好 说真的 这场球一开球的时候 我在想三件事 第一 李斯特承输了会不会我们又糟糕 因为我们经常说 我们跟李承一起上齐落 第二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入球离审 究竟何时才离审 除了我们自己离审之外 就是说对方会不会犯错 因为当然 我们球员的质数有很大 所以对方一犯错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把握得到 结果 真是 输了第一球 接着之后 对方一个叫做半错五 就让我们追回1比1 接着 我们真是离审了 有少少一个 无心插柳的半窩里露刷之后 就让我们赢了2比1 所以 这场球的确是有些少不幸运 但也有些少不幸运 就是有一球球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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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而他们的赛前部署也是后面守着 守得相当严密的 接着就打突击 结果真的被他们打了一下突击 上半场就入了1比0 下半场也有一下突击 幸好我们的防守球员尽忠职守 防守阻感解 所以 赛前部署打得出来 亦都很集中 很可惜 一个半错误就被我们追回1球 之后就拿回道气 继续礼审 所以 白里顿真是 真是打得不错 好 说回我们的出场阵容 牵仔首脑 雲比萨加连 陆夫 麦佳 索尔 这个back 4 或者back 5 我相信将会是未来 如下的比赛都会有很多 不过 欧巴贝会不会出回迪基亚 这个就有机会的 简单来说 会不会 牵仔和迪基亚的位置 即是说 牵仔主要打联赛 迪基亚就主要打欧巴 这个可以换一换 有可能的 我都看过了 好了 接着就是 废特和普巴打雙防中 其实普巴也有做防守 这场球做得不错 以防守来说 虽然 输球是他两个脱了球 但也算是这样 接着就搬到前面 亦都是以我们 现在来说 最强的进攻阵容 就是卡运尼在最前 左边福仔 右边 Greenwood 一开球 其实我们已经相当进取 希望可以取得点甜头 亦都在我们的前场 压迫来说 我都见到 四个人一起去做 就是刚才所说 福仔 Greenwood 卡运尼和班奴 都一起有去做压迫 不过之前 只是卡运尼和班奴 所以 大家都见到 我们这场球 是想赢的 肯定是想赢的 但是 一直都拆解不了 对手的防线 待会我做精华的时候 会多说一点 究竟我们尝试 用什么方法去拆开对手 但是 不太成功 概括来说 就尝试拉开两边 即是出球 亦都尝试 班奴和普巴两边 一起出球 就有很多这些 就是说 在三十线的左边或右边 班奴或者普巴都会做 很多时候 例如班奴给了个球 普巴 普巴在三十线 搞两次之后 就尝试做一个倒球 让班奴就冲进去 迎接 当然 有时候都会试试 10号11号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班奴和普巴 这样尝试拆进去 有些朋友经常说 刀三角 但是这场球 又好做 但是做得不够好 两边亦都一样 有尝试拉开 但是 传送 或者我们 接应的球员 都不是太完美 等待我们 就像刚才那样 讲精华的时候 慢慢会和大家 多说一点 OK 结果 就连我们最耍加那一半的 反反 都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Brighton的球员 真是好像朴露命和你打 因为他们始终 都没有脱离 互级传播 亦都是近方 是不差的 Brighton说真的 正如我昨天所说 连赢两场之前 很可惜的赛 也就叫做停一停 他的气势 一旦 我们一尝试做反击的时候 他们的人 真的好像 抢钱 抢回去后面 所以我们的反击 其实都是 没什么甜头 OK 说一下个别球员 你看到卡云尼 整场波 就没什么怎么碰 因为波都比不了他 再加上 我相信他是有听教练团说的 所以在禁区附近 或者禁区里面 等球来 所以这场波真的 应该不够10下 因为他比较少 回来迎球 在禁区里面等 但其实是对的 我觉得在对方这么密集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在三集线 曝光人的话 卡云尼在禁区里面 是对的 但问题就是他在禁区里面的走动 或者和其他球员的配合 就不够多了 略嫌 这不只是关卡云尼的事 因为比波走位 往往就是我们的弱点 每个站在等球 很少比波走位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OK 所以 仍然是非常有信心地去帮忙进攻 明显地 你见到福仔在这 他跟他比较多 他很肯比较多 他很肯比较多 一些一觸碰 或者一些一觸碰 或者一些一觸碰 打进去 我们在讲精华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 好 另外 Greenwood和福仔两个 老实说 虽然两个都入了球 但很明显两个 尤其是在上半场 并不是很好的状态 因为始终 刚刚相遇 復出了两个 尤其是Greenwood 明显地见到 上半场真是慢拼拍的 后来 下半场慢慢入了局 之后 个人又变得了 福仔 我相信他仍然是大伤上阵 因为他也是慢了一点 不过 说真的 福仔和Greenwood 两个 如果这一场球 你问我 要专讲他们两个 我真的觉得 其实上下半场 他们就看到 他们如果 无论Greenwood也好 福仔也好 继续做回他们所谓的强项 就是福仔在左手边 三杂线拿到球 就不断冲进去 就算对方有三四个守卫 你也不断冲进去 Greenwood 又是在右手边 大约三杂线拿到球 或者再下多一点底线 就尝试挥来挥去 找位置给自己的左脚射门 这两招 老实说 除非突然间对手 是漏洞 忘记了防你 如果不是的话 对手齐齐整整的话 基本上 你两个都在这方面 都不会有什么甜头 福仔 他不断推进去人堆里面 最多就能拼到两三个角球 而Greenwood 的确 他挥来挥去的话 就制造了一个射门 是中拢的 对方Sanchez也知道你射近处 所以就拋了你的球 但是他两个一做一些 不是整天拿着球 反而拿着球 给球之后自己找位 就造成了第一球的入球 福仔走到一个好位 Buno就给了他 第二个入球 也是他把握到一个 普巴的漂亮塔 即是普巴的窩里塔 Greenwood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那时候卡文尼换走 因为九号仔要做的事情 就是执鸡 所以两个只要做一些 另类的事情 其实他们的机会更大 因为他们的强项 虽然是强的 但已经被人看通看头 好了 接着也当然要讲一下 Buno Buno就是这场球 做足他要做的事情 两个漂亮的助攻 还有什么好说呢 其他比赛是其他时候 当然也是很努力的助攻助手 这个就是Buno 这个是铁人 而且他也是 教足功课 也不用说话了 尤其是这场球 白里顿 没有什么特意去凍结他 他也有很多 如果他退后 就可以做到事情 但是 进了三集线或禁区的话 都是跟其他球员一样 受制于厌密的防守 就不太有用 但是 就是说那句 只要你给一个半错 不让他拿到球 他就帮你搞定 或者他离审那一刻 你就挡也挡不了 好了 最后要讲一个球员 就是雲比萨卡 不过讲雲比萨卡之前 提醒大家 我心目中有个 今场的最佳球员 稍后第二节 就会跟大家揭晓 大家都记得 可以猜猜你们心目中 最佳球员是哪一位 还有猜猜大巴的最佳球员 两个都可以猜 你可以说自己心目中 你可以说自己心目中的 最佳球员这场球 也可以猜猜大巴的最佳球员是哪一位 还有记得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听到这里 应该觉得喜欢 记得订阅 如果未订阅 我们两个YouTube频道 大巴台和新闻台 好了 说到雲比萨卡 雲比萨卡 这一场球真的要集中 为什么呢 失误比较多 因为我们上半季 常常说 连达洛夫来赢 下半季 就追着雲比萨卡 尤其是高球 因为明知他顶波不行 无论是欺负他 欺负他 欺负他 或是角球或罰球 都是追着他 来斩 不是斩他 而是斩球去他的位 失球的球 其实 已经是 之前的几次 都是欺负他 欺负他 欺负他 说真的 我们也有相对的部署 去補回这个漏洞 就是 连达洛夫 在上半场 帮雲比萨卡 補了几次 他欺负他 因为明知高球连达洛夫很弱 唯有是连达洛夫帮手 所以这个是叫我们也有部署 但是 帮得一次帮不到两次 结果那一球 输球 就是 刚刚在连达洛夫 和 雲比萨卡中间的落 连达洛夫 找了个好位 其实 牵仔已经救了第一次 可惜第二球 也是救不了 好了 接着 下半场 明显地见到 不是下半场 其实上半场也有 所有的罚球各球 都是追着雲比萨卡的位置 来斩 亦都见到很多脱流 下半场也险障还生 尤其是到最后5-10分钟 加上保时 5分钟加上保时 4分钟 我们就频频 在一些外围的地区 包括 大约中场和三杂市中间的位置 还有左右两边犯规 其实说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不停地按平安钟 因为很危险 我们也没有试过 尤其是输这些罚球 但幸好 这两个东西都要赚赚 教练团队 到了那个时候 我看到麦加亚 很多时候帮手 就是知道了 平常来说 麦加亚 就会偏向梭尔那边 所以要联带洛夫帮手 如果要保 雲比萨卡 但是到最后 我看到 老麦 聪明地 他可能和联带洛夫 不听是否调位 所以这波 明明是斩位 雲比萨卡的位置 你看到麦加亚 去帮手 刚才所说 上半场 联带洛夫帮手 保的 以及下半场 麦加亚 帮手 去顶雲比萨卡 的头锤 其实都是 我觉得是有个部处 所以这次 这件事 即是我们补到2比1 勝果 其实真的要赚一赚 我们教练团队 应该赛前就说了 可以做到这个部处 令到我们不需要输球 但是 雲比萨卡 你对他有爱又恨 他一对一防守 当然是厉害 但是你看到 对方已经很少 在他那边去球 因为明知一对一 他可以拿到你的球 但是 这个弱点 也算是补了一点点 在进攻方面 你见到雲比萨卡 其实机会不多 但是整场球 我们一会说 也会有些出球的机会 他就一半一半 一半就能出球 都可以 一半就能出球 不漂亮 所以雲比萨卡 现在来说 就真的 我想我们要想 那个改善空间 无论是进攻 或者防守 他也有很多 特别的东西 要多练 例如他的头锤 在防守方面 例如他的弱点 和中间的互相保护 这不是他自己的 他那边的中间 和前锋球员 因为 你见到 Greenwood有回来帮 尤其是上半场 就帮得很少 因为他自己的状态 也不够 就是Greenwood上半场 不够 就帮得很少 所以令到对手 就造成一个入球 其实入球之前 已经有些先兆了 所以 如果雲比萨卡 这方面 如果是做得更好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后防 就将会更加稳固 虽然我们常常说 要买中间 但除了买中间之外 雲比萨卡 这方面 也是要究竟 大家怎么看的 好了 这节目到这里 不如先 因为 大家要猜猜 第一 订阅 第二 就要猜猜 大巴心目中 这场球场的最佳球员是谁 当然 一定要谈谈 你心目中 最佳球员是谁 晚一点 我会出个精华的影片 揭开这个谜底 究竟大巴 选择谁 以及想听你们选择谁 拜拜